原本中超排名第三的广州恒大在天河体育场,以1比0绝杀原本排名第一的北京国安后整个中超夺冠秩序悄然改变 9月18月赛景以一分优势,领跑击分榜的上海上岗队将在主场迎来和广州恒大队的补赛 这绝对是一场价值6分的天王山战役图说,恒大绝杀国安这一幕是2015赛季 单板那一年斯科拉里执交的广州恒大阴分新亚冠中超联赛上海上岗队以一分优势迎来和恒大的6分战役 只是上岗将士从上至下急于求成的焦躁心态惹祸不仅主场一灵,比三惨败被恒大反超2分 分顶,更因家门口输掉天王山战役的爆铁建物导致上岗阴2015赛季中超冠军图说 上岗阮实领先恒大一分三年之后断裂第一名的上岗主场在战断裂第二名恒大的 天王山战役两队还是仅差一分相同剧情 相同的悲喜剧会再度上演吗? 吴磊吹响反攻号角上岗队的本土球员优秀吗? 你可以说总体很不错,也可以说缺乏牵营特点 不过,有两个队员是另外一个是前场的吴磊一个是站在最后的严峻林 尤其是吴磊恰是他接连不断的进球帮助上岗队抢回防守位置 他和万人们的集体出台也带领球队保留争冠希望图说 吴磊越发成熟向来骂热的上岗队开局十分高高 开场仅四分钟天津泰达万元晓纳分就用投球闪电破门失球后的上岗队有些慌乱 好在吴磊挺身而出 他在第十一分钟的挫射十分几秒 提球直挂死角比分 被扒停这个进球足以稳定上岗队均心 由于泰达对缺八次名主力上岗队最终以5比2获胜拿到稳妥三分 这个赛季恩施徐跟保卫吴磊定了一个目标 去掉土特立中当射手王本场比赛吴磊收获今年第20个中超进球追评 2017赛季个人进球总数目前吴磊已射手榜 第二的扎哈维多三球 向着冲击射手王目标继续迈进途说 上岗队赶进的5个进球动图来源 董球帝我觉得今年上岗队的外援和恒大 国外相比已经没有任何优势甚至有劣势 在大学当老师的上岗球迷老爷认为吴磊是上岗队的一个发手锏 但我们由吴磊他的进球帮助上岗继续前进 用团结弥补实力劣势 由于天津开达队实力一般上岗队在下半场开启进球模式 7号吴磊 8号奥斯卡 9号埃尔克森和10号胡尔克都斩获进球 让球迷不为意外 的是上岗的前场次重斗在一次进球后 竟联妹做了一次精彩的进球秀 他们一起做出华龙舟的庆祝动作 向外界展示球队和球迷同舟共计的决心和斗志图说 上岗进攻次重奏进球后用同舟共计 动作庆祝在中国球员整体水平不高的客观线时 下中超联赛的竞争归根结底 就是外援的竞争而外援的竞争 说到最后 则是经济投入的军备竞赛 一分加强一分或肯砸钱 引进大牌外援的球队战斗力自然就水涨船高着 方面广州恒大是高举高打的代表次前中超联赛的七连冠 两次夺德亚冠军军就是俱乐部高投入 高产出和加强球队管理之后的产物赛季出恒大压缩投入 试图提前上演2020年拳华 然而在联赛第一循环被其他球队打得马逼找然 后恒大哪怕食言不再提拳华扳也 要聚资先租借引进保利尼奥 塔利斯卡在下窗下了血本的恒大彻底换了活法 所谓没有花钱的不是一比零绝杀 国安塔利斯卡用进球再次证明恒大杂前引员的正确图说 恒大就将保利尼奥依旧出色 相比国安和恒大在转会市场的认真投入 上岗队在这个赛季采取无为而至的战略 没有引进任何一名内容和外援好在球队过去三年大投入 升级的红利西还在身价不菲的胡尔克虽然运动能力下降 但依旧是让对手难缠的超级球星 前切尔西球星奥斯卡彻底成为球队核心趴的状态 决定上岗的高度如果主帅佩雷拉能坚持使用中锋外援 埃尔克森巴西前场三叉戟确实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图说 胡尔克不粘球才能帮助到球队如今上岗队外援的整体实力 没有优势但球队团结一新的战斗氛围是宝贵的财富 毕竟足球确实需要求新个人能力闪光 但作为一项集体运动团队配合协作同样重要上岗队 需要调动这种团结作战的内部氛围以此弥补字 身实力和气质方面和气贯王恒大存在的客观差距 毕年2015赛季惨痛在演2015年 在9月12日上岗队赛中超前20次轮辛辛苦苦 打到了冲冠热门形象 被广州恒大用一个残酷的3比0彻底摧毁 当时这场天王山战役让上海体育场的上座 例第一次达到历史顶峰的4万5千人爆棚 但上岗队却在家门口目睹了球队这个赛季最惨痛的失败图说 和恒大的天王山战役讨厌主帅佩雷拉的智慧和能力 这就是差距强队和冠军球队之间的差距 当时基本领先恒大一分的上岗在球队心态方面急于球成 引发剧战术方面的急状冒进罪 中队老辣的斯科拉里和恒大抓住了机会用气力直接的防守反击解决问题 这场落败最终导致上岗队错过了历史上最好的夺冠机会 两年后上岗队长王深超还在感慨 如果当初我们稳一点先守住再说那冠军或许就实现了 北京国安和广州恒大的交锋是一面镜子 可以给上岗颇多启示 首先恒大是不要控球帅的功力性打法 同时防守反击的速度和效率惊人 面对这样的对手谁大举压上进攻谁就是自杀 北京国安之所以被恒大绝杀 一方面是主力中后卫于阳受伤后卫实力下降 另一方面还是球队思想不够统一最后时刻 还有客场拿三分的侥幸心理 如果国安在最后时刻老老实实全线退守 甘心拿一分恒大未必能接一上演绝杀图说 国安打丢了点球后心态 多少有些失衡 无法接受客场拿一分 但结果最终反而被恒大绝杀人 不会踏进同一条和流善港 需要避免遭遇完全一样的那片叶嘴 2015赛季的惨痛教训 证明和恒大对功德不偿失 去年博阿斯律善港在主场 四比零击败恒大 完全以其人之道道还至其人之身 坚持整体收缩后防守反击 无每个零 小和速度队友们的战术统一 彻底打爆了恒大老漫的后防线 同时此前无精会帅生花 客场此刻恒大的成功经验 同样值得上岗队借鉴生花 由于整体实力有差距 坚决放弃 场面老老实实防守结果 差点就把恒大拉下马生花嘴 重备绝杀实在是运气太差 以上岗的排面和实力 只要老老实实 做好防守再找机会 指要别想着一口气吃掉恒大 相信结果不会太差 图说 塔利斯卡一分价钱一分货 不管如何上岗和恒大之争 是一场六分战役重要的 不是谁踢的漂亮 而是谁不犯错 对上岗来说 暂时手握一分的领先优势 需要给予去保利足于不败 避免对手弯到超车 有时候远比战胜对手 来得更为重要 毕竟连赛市场跑稳定永远比 飘忽的经验来得更重要 到栏目主编 陈华为字编辑 陈华